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电脑工程师最讨厌遇到的系统bug 也就是电脑系统程式的漏洞损坏缺陷 导致电脑系统整个崩溃无法使用 而现在台湾的法税环境就是充满了bug 导致太极门冤错假案延宕至今25年还尚未解决 到底我们台湾的财税机关 司法法务部门 行政体系 养了多少虫子一而再的漏洞错误摆出 让我们台湾的法税人权濒临崩溃 今天论坛邀请了四位语坛人 要来跟大家说出正义不能有bug 正义不能有漏洞的心声 我们欢迎第一位语坛人 娟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在83年经由姐姐推荐拜师入门来练功 透过早晚练功 气血循环变好 身心很快就获得健康 体力变好 脾气也改善了很多 师父传说人生哲学智慧 让我在待人处事方面能够更加圆融和谐 太极门弟子遍布世界各地 各行各业 在师父引领下 崇尚爱与和平的理念 承传固有的伦理 礼于与良心的文化 以具体的行动在全球五大洲 101个国家 散播爱与和平 良心的种子 受到无数的肯定与赞扬 这么优质的团体 却遭受到国家公权力迫害 凌迟25年 太极门1219事件是民国85年 侯宽人检察官蓄意制造的假案 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无罪 无欠税 而由刑案衍生税案 国税局不理会法院判决 能强行开单违法课税 太极门冤税假案中 其中一位关键主导人物是 前财政部长张胜和 他操弄公权力 违法滥权 陷害人民 是经所太极门冤税案时间最久 涉入最深的官员 一所干预本案 自其卸论 究竟他犯哪些过错呢 首先 在他担任台北国税局局长期间 伪造文书 隐匿证据 将太极门地址206份证语证换查表 谎称只有9人表明证语 且为依法将该含查表资料 提供当事人辩明 拒绝当事人阅见 更为依法送交财政部误验会 误导误验会 驳回当事人之误验 再来 为打执行目的 续予以远返执行期限 尚未到期之前 张胜和签和后 提前于10月20日 发函台北行政执行处 要求继续强制执行 且变造发函日期 将10月20日的发函日期 土改稻田为10月15日 将掌门人夫人存款到零 股票倒卖一空 事后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发现 才以退税名义返还 而退税金额却有前民买单 99年 张胜和担任财政部次长时 与中区国税局副局长萧素春 在立法院公厅会 答应撤回81年度终所税之强制执行 并承诺于两个月内解决太极门税案 但是税单仍继续开来 给人民的承诺是呼隆的 恶意欺骗 被揪出来丑陋的官僚面貌 真令人生物痛绝 这样的人还存在国家公务员体系中 退休后 还爽领高额退休金 国资不幸 百姓痛心愤愤不平 呼吁蔡总统站出来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不要让少数不良的官员绑架整个国家 要撤职查办 要严惩违法官员 还给太极门一个公平正义 缓缓土地 谢谢大家 谢谢娟娟的分享 从她的分享中 我们知道法院都判无罪的案子 却拖延至今无法解决的其中一个bug 就是财税行政机关的官员不守法 前财政部长张胜和 操弄公权力 违法滥权 陷害人民 前立法委员许天才先生 在2015年立法院公开咨询时 便纠举出当时财政部长张胜和所犯下的错误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太极门事件是由你启头的 搞了18年还没定案 是什么道理啊 如果你国税几对 你财政部队 怎么会搞到18年还没定案呢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 还有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确定执行的日期 把它提早 先下手围墙 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立刻把它塗掉 再改日期 提早 我扛上去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税务机关吗 政府对人民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啦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嘛 一定的嘛 投降就不要硬拗了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你就是没有道理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是的 各位观众朋友 影片会说话 影片就是证据 大家看到了吧 公务人员可以用力可白这样做事吗 台湾就是因为有这样荒唐缺陷的财政部长 才会税灾遍野 造成法税不正义 人权大倒退 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语谈人 阿龙 他要说出他的心声 及谈谈更多的bug 有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年轻时在科技公司担任采购工作 因不明原因感染的病毒性M-M神经麻痹 人生需要靠嘴巴以M-M吃饭 顿时说话舌头打结 嘴巴还歪一边 以前我对人生充满希望 那时看到镜中的自己 突然感到非常失望 后来又出现喉咙慢性发炎 心力不整以高血压等疾病 幸好同事推荐到太极门拜 红道指师父为师 经过练气 修身养性的催炼 终于获得身心改造 从后有希望的人生 身心充足一夜 疾病就不要而易 师父给我的恩情如同生命在造 然而在民国85年第一次总统执选 选后发生重大命案未破 政府为转移社会大众的焦点 进行扫黑与宗教整肃 太子们遭受疑似之压 当年12月19日 违法滥权的侯欢人 带着400名检警调人员鹤枪实弹 搜索太子们道馆 欢箱倒柜 并带走积压师父 后来师母 大师兄 彭丽坚 师姐也都被以莫希友的罪名积压 我在太子文 清除这四个 念气养生的修行团体 师父对我温重如山 我绝不会因为 活欢人制造 假案迫害 而某妹动摇我 跟随师父修行的心 太子文经历了十年三个月 终于在96年7月13日 三审判决确定无罪 无欠税 而且无辜被积压的师徒 四人也获得国家愿意赔偿 活欢人当时查阔的两个银行账户 总共61万余元 没有离清来源 就内造32亿均额 屋子太子文涉及逃漏税 移送国税籍 而国税籍竟然没查 就照起诉书资料 开出违法税单 除夕迫害太子文25年 还记得在92年张胜和担任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我们刑案获得一审判决无罪 张胜和知道师父师母的财产 已被法院通知可以解冻 台北国税局明知当事人 正在办理抵押担保 既然用立格摆 土改公文书 稻田日期抢在解冻前 稻卖师母的股票 及稻领存款 事后给法官发现 才用名不符实的退税名义 返还给当事人 而基欠之利息到现在 却都季节返还 造成太子文涨文人的财产损失惨重 难以估计 欠田没还也就罢了 又在7月31日 8月21日 国税局联手行政执行室 违法强行 拍卖师父要给 弟子的苗栗修行议定地 而可笑的是 早在7年3月2日 行政执行室新竹分室 就在公文书上 讨论要分账 这块土地拍卖2分之1的绩效 这不是一谋来抢夺民产吗 蔡总统平常口口声声常说 请听民意 照顾百姓 台湾要实施人权立国 民旨以宗教自由的施政 这对照国税级和行政执行时的 道行逆施 实在有很大出入 太极文贾案若未平凡 台湾就没有人权 政府就没有爱与正义可言 一个没有灵魂的政府 要如何对得起国家人民百姓呢 又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呢 谢谢大家 感谢阿荣的分享 原来网路上在传的立可白部长 就是这样来的 听完阿荣的分享 我们要提醒小英总统的执政团队 就是有这样的立可白无良官员 迫害台湾人民 让政府蒙羞 转型正义 要彻底实现 这种违法财政部官员 就要予以严惩法办 紧接着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语谈人 灿哥 灿哥是退休公务员 也是太极门弟子 我们来听他跟我们说 还有哪些国税局 和行政执行署官员的不正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因为身体不好 然后在朋友的推荐之下 来太极门练功 几个月的时间 身体就改善了很多 而且也学会开心的笑容 太极门真的是很好的地方 有师父的教导 师兄师姐大家相互学习 相处都很和善 大家欢欢喜喜的练功 身体健康 个性也改好 太极门真的是一个人间的天堂 民国85年 台湾进行宗教扫黑 太极门被无辜的牵连 一个快乐练功修行的地方 突然间风云变色 人人自围 草木皆兵 民国85年12月19日 警察官和宽人违法搜索太极门 无止太极门炸妻及逃漏税 并违法扣押师父师母及师兄师姐 由于查武市政 何宽人竟说太极门养小鬼 还行文县市政府要求查封太极门道馆 并断水断电 后来经过最高法院三审定验 判决无罪也无欠税 无违反税间基增法 大家都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结果国税局却以何宽人的不识起诉师 为依据 继续对太极门开出违法的税单 并且违法查封太极门的道馆跟土地 去年甚至还和行政执行署联手 将太极门的修行圣地违法强行拍卖 并收归国有 泰国活宽人为了个人的英雄主义 国税局和行政署官员为了贪图奖金 侵害人权 毫无公平各正义可言 少数官员违法滥权 违背作人的基本良心 假借公权力强夺人民财产 希望握有权力的官员 能够良心觉醒 勇于认错 去而从善 撤销所有的违法税单 归返太极门修行圣地 否则最终将难讨天理的审判 谢谢大家 感谢灿哥的正义发声 侯宽人检察官 用养小鬼这愚蠢的不实言论 正是司法界的bug 而这种害宠就必须神之以法 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的官员 为了奖金违法滥权 违背良心侵害人权 毫无公平正义可言 希望官员能良心觉醒 勇于认错 让正义不能有bug 而许多立法院国会里的正义之声 也都在网络媒体播送着 我们一起来看这支影片 太极门在民国55年到79年 都没有税的问题 86年到现在也没有税的问题 为什么独独针对80年到85年 这六个年度要课税 太极门的案子 其实非常清楚嘛 在91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 就希望法务部惩处了嘛 但是不错啊 官官相互 经历过80几个法官的审查 结果太极门都赢了 国税局呢 要去查封 透过我们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要去查封人家的财产 就是因为你检察官的滥权起诉 他检察官 跟黑白起诉 他现在发现了 破没罪了 破没罪啊 代表什么 代表当初是 我们这里所有 没有 监察官所提供的税务资料 是骗人的嘛 就是假的嘛 形势是过程不足的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还依什么法 没有去更正撤销 我们依什么法 他们经过行政法院 经过监察院 经过苏联会 那他们都 对他们都有利都赠诉了 我请问你 他们除了这三个单位以外 他们还要向水承 申诉啊 在弥补财政税收 这样子一个前提条件之下 难道我们正当 司法的程序 我们正当的 这个法令的依据 都可以摆开一遍吗 看基本的事情 正义在哪一边 真理在哪一边 已经非常清楚了 司法既然给了我们清白 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判决 为什么行政机关 还在违反司法的判决呢 我们要求 这个行政机关 应该要依法行政 它依的就是判决的结果 我们的税务人权 几乎是荡然无存的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监察院 最高行政法院 都说没事情 你们的税段一再复活 只要太极门的案子没有解决的话 根本注射就没有人权了啦 我们现在总统 告诉我们 不允许所有的人民 再一次的面对国家暴力 这个不仅要拍桌子 如果没有处理好 我们就会来兵得 还有很多不分党派 跨区域党派的很多委员 都在关心这个案子 直到太极门的案子 才把这个赋税人权不公的事情呢 给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要感谢太极门 既然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冤情 没有得到平反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天理何在 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 的确非常非常的 不要或是严重 那我不好听这个叫 动摇五案你知道 动摇国本 太极门的案件 就是你的政府 新政府转型正义的 第一个考验点 看你及格不及格 看完这段影片 不知线上的观众朋友 您的感受是什么 国家依法行政 公务人员依法行政 有这么困难吗 如许多立委们所说的 假如太极门冤错 假案没有解决 那台湾根本就没有 赴税人权可言 小英总统的转型 正义要及格 就要速速解决此案 接下来 我们欢迎资讯系统 规划分析师 周的分享 她将用她的专业 来告诉我们 还有哪些害虫 是需要被救出的 有请 线上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一位资讯系统 规划分析师 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是 评估并分析公司目前 现行资讯运作 并确定其功能间的 安全稳定性 平日 我们只要遇到 不合理的作业发生 都会去检讨 找出事情的症结点 并从而去修正 我们从不惧怕 错误发生 怕的只是 错误一直发生 公司企业是如此 更何况一个国家 政府机关 是否更应该去重视 这个行政体制上的缺失 有过则感 那这国家竞争力 就会越来越好 反之 国家的竞争力 就会越来越差 民国85年 12月19号这一天 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 我突然看到 电视上播出检察官 与一群检调人员 搜索太极门台北道馆的画面 当时舆论完全偏向检调 但是台湾的民众完全不知道 这一群检调却是无中生有 浪费社会资源的罪了 我自民国84年 进入太极门练功之后 改善了偏头痛 让自己可以从一个硬邦邦的性格 变成懂得阴阳智慧 让自己的思虑更清楚 而这些亲身体验到的好与美 绝非当时媒体报道般的那般不堪 终于在民国96年7月13号 司法三审判决 无罪无劝税确定 无诈欺 无逃漏税 无违反税捐集真法 这时终于还太极门一个清白 本想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司法已经判决确定 无罪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集真法 按道理说 国税局本就应该 依行政程序法第100 117条 撤销对太极门的违法强征课税 但是国税局却如不死僵尸般 对太极门持续违法发单课税 如城市流程中进入了无限回圈 这种回圈最后一定会造成 作业系统超过负荷当机死机 国税局错误的bug 政府如果都不处理 势必耗费庞大的司法与社会资源 造成无法返回的悲剧 有鉴于此 108年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是依法和解 陈审法官明确表示 其判决应受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斥第422号判决之约束 最后中区国税局于108年11月 将882、8384年度 与禁司礼相关的科税处分更正为零 同年12月 台北国税局也将85年度 与禁司礼相关的科税处分更正为零 但是就让人想不到的bug又出现了 109年8月21日 行政执行署却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土地 其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于109年5月5日 7月23日 二度发函中区国税局 并附资行政执行署 新竹分署 请中区国税局 依80、82、83、84年度 综合所得税更正为零 之同意标准 并依税捐基增法第40条 撤回执行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与国税局明知81年度 乃违法之假税单 却联手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这种情况就是系统死机了 造成太极门土无法弥补的损失 及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乱 忠心期盼这个大有为的政府 可以看到此现象 并抓出这些害群芝麻的bug 不要让他们继续害民害国 还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 一个政治亲民的国家 我们谢谢周的论点 司法一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 国税局本就可以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条 撤销对太极门的违法强征克税 却向电脑程式流程中进入无限回圈 造成作业系统超过负荷当机 最后演变成死机 我们呼吁政府要立刻处理 国税局错误的bug 法办这些害群芝麻 不要让财税官员继续害国 害民 台湾的法治人权 绝不能当机 也不能死机 论坛最后 让我们以世界公民享人权这首歌 提醒我们的政府 正义不能有bug 拿出正义与良心 解决此案 世界美与新疆 祝这世界公民 十月新疆有回律 万事前后有成群 天生万物有权利 只有平等于人权 尊财何怕何不测 人人有权得尊重 这领可贵自由高 平等法治终人权 尊财何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解开极 千面的回忿 人人有个快乐 皆 plataform 自然坚 targets 越野心不 世界共鸣相人圈 人一颗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开极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权 为何必 天地有爱 于何必 世界共鸣相人圈 人圈之上 畅生平等 天地人分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已 可,不得翻唱 可,不得翻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